我們來解這個不等式 這個不等式 我們現在給他分段討論 那為了方便 我把這個2給他抽出來 那這x 減掉2分之1 那我現在分段 就是 以這個0點 當斷點 分割成幾段 分割成 x-2等於0的地方 就是x等於2 這是2分之1的地方 那我現在分段討論 這一段的話 也就是說 x如果大於等於2的話 這是正的 去絕對值的話 不用交換 那這個也是正的 去絕對值也不用交換 那中間這一段的話 這個裡面是戶的 去絕對值也要交換 這是正的 去絕對值也不用交換 這是2x-1 加x-3 這是2x-1 這是2x-1 這是x-1 如果大於等於2換換 那x如果小於2 大於等於2分之1的話 這個是戶的 去絕對值也要交換 2-x-2 然後另外一段,x如果小於二分之一的話 這是負的,拒絕的值要加碼 這也是負的,拒絕的值要加碼 就是2-x,大於等於多少呢? 1-2x,加x-3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的話是多少 這個的話,我就把x移過來 x移過來,把常數移過來 常數的話,這裡是負4 負4移過來是4,4-2的話是2 大於等於多少呢? x約掉,2x 所以這個時候,x的話,它是小於等於1 這個不等式,解出來的話 x要小於等於1 不過呢,這個範圍是在這個範圍裡面討論的 那x小於等於1,不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這是無解 這是空極合 這個範圍是哪個範圍呢? 這是2 然後另外一個 這是1 x大於等於2 是在這個範圍 解出來是在這個範圍 這個的話,不在裡面 所以的話,就是等於 這兩個要取交集的意思 這兩個要取交集 這一個跟什麼呢? 跟這個要取交集 這兩個沒有交集 這兩個沒有交集 沒有共同的部分 所以這是空極合 這兩個 我們看看這個 就是說,在這個範圍討論 解出來的範圍 我們看看在哪裡 這個的話,我把它移過來 這4x 這移過來就多少? 這是4 4加26 6大於等於多少? 2、3、4 4x 4x的話,它是小於等於多少? 2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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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2分之3 2分之3 所以 一個 就是 這是2分之1 它跟這個2 這有包括 這是2沒有包括 2分之3 2分之3是在哪裡 比2分之1大 比2小 2分之3在這裡 就是我們得到的範圍 是這個範圍 是這個範圍 這兩個取範圍的話 共同的部分就是這個 取交集 所以這個得到什麼呢? 得到x 小於等於2分之3 大於等於多少? 2分之1 這個呢 就是我們得到的範圍 再來我們看看 再來我們看看 再來呢 在這段討論的 得到的解是什麼樣的解 我們就把它移過來 我們發現 這x剛好通通可以消掉了 這2分之2 和x加x的話 和x剛好消掉了 所以得到什麼結論? 得到2 大於多少呢? 大於1 減掉 乎2 所以呢 任何x值 帶進去的話 都滿足這個不等次 都滿足這個不等次 所以解出來的話呢 是 十數 整條十數 這個換為解出來 是整條十數 但是呢 這個解 是在這種情況底下討論的 就十數 跟什麼? 跟這個 這是2分之1 就這兩個線段 就這個直線 跟這個呢 取交集 取交集部分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得到什麼呢? 得到x 它是小2分之1 然後我把 這些解 把它給加起來 因為我們是分段討論 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們沒有解 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們得到這個解 那接下來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加起來就是取連集 取連集的話 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是2分之3 這個是2分之1 跟什麼呢? 是這一部分嗎? 跟它取連集 這是2分之1嗎? 取連集 取連集的話就是說 把有的全部加起來 那有的全部加起來 這等於黏住了 就整個部分了 這兩個取連集 所以就得到 得到這一條呢 這個色線 所以x 它是小的等到2分之3 這個就是它的答案 所以x是小的等到2分之3 得到1分之3 換成